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 在小時候很喜歡看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當自己後來失眠了之後就發現 不用眼睛都可以靠聽或者用手去摸 我今天這個嘉賓很喜歡透過攝影去把漂亮的東西記錄下來 David 你好 你好 你的全名是葉桂榮 桂林的桂 一個漂亮的地方 我也知道你去過 待會可以分享一下 知道你的腳有點不方便 是 小月麻痺症 小時候你有了 一歲半感染到病 又是發燒 又是發燒 那搞了很久 如果聽我媽媽所說 我差不多去到 由一歲半至十四歲的時間 都是出七進入醫院 那個情況就是半年醫院 半年休養 不斷在這樣的重複做手術 直到最後的一次大手術 就十四歲那一次 是做什麼手術 那一次就是因為 我的助肢一直以來 因為小型麻痺症 導致肌肉萎縮 就變成有大小屁股 而因為這樣的原因 也是一個助肢不正確 導致脊椎彎曲 那些手術 就歪了 在當時的年代 那個醫生 解釋給我媽媽 聽為什麼要做呢 就說 如果不做 就用盆骨 與臘骨 就會壓爆腎臟 這時候就要做了 但是做這個手術 就屬於大手術 大到什麼情況呢 你想一下 你扔了一個皮 好像穿著一個jacket 你中間拉一條拉鏈 然後向左右分開之後 就看到內臟 然後就在脊椎骨 就按七顆螺絲 就好像雙等現在的天橋等 七顆螺絲 這個是第一期的 當這七顆螺絲固定了 穩固了之後 這個時間就是 就是一年時間的 因為它會有半年時間 你要睡床 半年時間 你要打石膏 導致這七個橋等穩固 然後再做第二次手術 第二次手術 就是這七個橋等上面 就用一條鋼枝 就連一直線 就硬將你的脊椎骨 捲到脊椎骨 拉直 就是這樣 這樣全年回去 是啊 所以就是 會有很長的時間 你不習慣 因為那條腰可以 左轉右轉 但是做了之後 你不可以 如果你強行來 就只會導致斷 那時候你 知不知道危險性 其實 你說你小孩子 是啊 其實我很矛盾 因為第一 我不夠歲數去簽紙 我那時候只要這樣想 如果我夠歲數簽紙 我一定不簽 就是不做這個手術 不做這個手術 因為這個手術最後 我們分為了三天才醒醒 就是第一期的手術 做了之後 就是做那七粒 已經分為了三天 在深色治療房 三天之後才醒醒 很危險 所以一醒醒之後 我已經很厭惡 甚至乎有個念頭說 如果再做第二期的手術 就是希望在手術桌上 不要醒醒 就是這樣 這麼悲觀 因為實在是很痛苦 那種痛 很難用言語 用文字記錄 告訴你多痛 就是你感受不到 但是那時候 你是行不到的? 那個年代我還未行到 通常是要爛地 但是做了之後 是會好的 對你好處 其實做完之後 都有一段時間要學習 怎麼說呢 那個脊椎筋沒有問題 然後後來的時間 就是要做一些耳肢 手術 就開始要站起來學行 學了多久? 都… 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才習慣 因為那段時間 如果你不習慣 我十四歲之前 都是全部爛地 在地上 低過兩尺 低過兩尺的地方生存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高度 是 所以第一天 穿起腳架的時候 第一天就頭暈了 第二天就失去平衡 所以很多時候 譬如行路 兜口兜面 人與人之間 我會撞傷人家 甚至乘去所有的重心 都躺在別人那裏 即摘森林 也試過 甚至馬路邊 有很多大坑渠 我試過走到 失去重心 整個女兒都下去 又試過 最嚴重的一次 就是我本身 我自己的家是在粉嶺 農家地方 農村地方 我試過過那些溪田 那些田之間 因為那時剛剛 香港還有種禍 那些收了禍 變了泥地 那我就試過 塞住重心 整個頭的女兒都下了 女兒都下了 所以我可以 大膽告訴我 我知道泥是什麼味道 嘩 那時候有沒有放棄呢 那時候有放棄的 天氣很不公平 就是遠的天 那你有兄弟姊妹嗎 我有兄弟姊妹 那更加有比較 有 極之 比較很嚴重 因為我其他兄弟姊妹都沒事 他們可以走 上天下地也可以 我就不行了 那我就要 因為始終農村的地方不適合我 很多就是泥地 所以我每次都可以坐在家裡 坐在家裡 就是看著外面 最安全的地方 最好不要動 一旦是大件事 那讀書呢 讀書 讀書 我是很大的年紀才讀書 都是我媽媽一元祭會 找到一間英國傳教士 所開的技術學校 那我才有機會讀書 所以到我讀書的時候 第一 我之前沒有讀幼稚園 所以加監書我完全不懂 二十六個英文字母 我又不懂 其次就是 因為做手術的問題 又是 導致學業 根本上就 小學階段沒有完成 小學階段沒有完成 只是 情況就是 我上學期 可以坐在班房裡 出現 下學期 不見了我 原來用醫院做手術 這樣 疑事者 一年級也是這樣 二年級也是這樣 三年級也是這樣 四年級也是這樣 五年級也是這樣 五年級上學期 坐在班房裡 五年級下學期 葉惠寧走了 不見了 就是這樣 所以 導致我後期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很討厭自己 放縱 其實不是叫放縱 某程度上 我封的年代 就叫放縱自己 放縱自己 即是 包括我 那年代 我很分世窒族 很 很遼事鬥非 我曾經瘋狂到 試過在尖沙頓五支奇關那裏 即是可以瘋狂到 即是 跟別人推推撞撞 正常人 是的 正常人 推撞撞撞 希望對方 你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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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這個情況 一直維持到 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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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夠年齡 就立刻下車牌 一刻下車牌 一刻下車牌 還有那個年代 因為車牌 那些車牌 都沒有現在這麼嚴 或者沒有現在很貴 二三千元 已經有一架 總之 連手掣都不用改了 總之 開得到 可以停到車 交到油 那就算了 經常在西貢 遼事鬥飛 別人鬥車 你真是大膽 其實那年代沒有什麼 只是希望一聲煙燒雲來 什麼都沒有 沒有眼線乾淨 就算了 但一直都不能如你坐遠 是啊 真的 所以我 有時都要 在今時今日裏面 我還想拉個T 下來寫一口 今時今日 我都覺得不薄 然後 你十八歲 下車牌 沒錯 那 車是你的職業 車不是我的職業 你做什麼 車是我的代步工具 我今時今日正式的職業 就是平面設計師 剛才你說 你小學也是一半一半的升上去 是啊 那 那個奮世的年代過了之後 有一天就突然覺得 就是 不妥了 如果這樣 自己還玩了多久呢 是啊 其實那個年代裡面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同時間 因為我本身 我第一 我就不夠學歷 於是便去了 在翠平道村口 有一間叫 世界轉動中心 是 以前叫Day Center 是 那間中心 主要是什麼呢 在那個年代裡面屬於社會主管 哦 專門給一些 disabled人學一技之場 裡面有裁縫啊 有電子啊 有很多東西 這些 這些 但是呢 你學的是皮毛來的 那我當時就在那裏學財展 學財展 學財展的階段 他差不多都將近畢業了 那 日後就去學財展 晚上就去飛車 那一年就是這樣 那 那直至第一天 我老師 是一位女士 他就 不知道為什麼 塞根無辰那天跟我講 嗯 他說 葉桂榮看你都不是一個蠢的人 不是一個愚蠢的人 嗯 他說 他說 他跟我解釋過 人的青春有限 他說另外一件事 就說 你的學識有多少呢 那他當時這樣跟我說 哦 那我當時就 因為當時我那個年代屬於憤怒 就是一個 就是 很多angre 那我就跟他說 他說 有幾個學識班什麼事 當然 我將來都不是 就知道你耍他 就這樣說 然後他很有耐性 跟我說 你可以這樣過日子 但是他說 我現在講兩件事 你聽而已 第一件事 他說 以他的看法 將來裁縫 就沒有 就是做不到 不可以 長遠發展 長遠發展 或者是 足夠養妻活兒 之類的東西 當然是這樣的 他說 我看法 將來裁縫 是屬於大量生產的 不會是一個 一門技術 或者你可以借靠 在某個鋪位 跟人家做衣服 就可以過活的 就是不行的 你不要靠這樣 第二 他說 現在現在世界 很多科技 都是用英文寫的 或者用英文記錄的 甚至聯合國開會 都用英文的 甚至有人翻譯 你不懂的 很簡單一件事 因為那個年代 還是英國殖民地 他說 現在政府出封信給你 你懂不懂看 嘩 挑戰你 我當然不懂 我還沒畢業 26個字母都不懂 他說 你又不是一個蠢的人 你又有些智慧 意思是說我聰明的人 你都不如趁著年輕 再去進修幾年 讀書 不要要求自己很聰明 要求自己看英文信 都可以 對你都不薄 聽他講完之後 就想想 就好像幾是 那時候就OK了 那個年代 剛剛 社會福利署 就有一個 叫Santa 津貼 即是有些錢 我開始去申請 我最記得那時候申請 就是120元一個月 我申請了之後 拿了60元 去一間私立中學讀 讀私校 讀中學 由中一開始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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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中一下學期對讀 還應該被人笑生懵 因為上學期已經 小學已經搞到烏烈蚵 你中學還在下學期才開始讀 那我唯有都不理了 因為當時立下 立下決心就是 我無論如何 一定要完成中學階段 於是為了在那裡 義時者就完成中學階段 然後 到中學之後 剛才這麼幸運 就出來社會 剛才那時候 就是 雙建協會 即現在叫雙建協會 那時候聘請的 叫助理文言 他們的要求就說 中三程就可以了 或者中五不業就可以了 沒有要到要全書 那樣的 不明白 於是為了 藝人去申請 批 OK了 那我就去讀 即是在新院那裡做 做了 做完文言 然後我就知道你去讀 設計會 其實那段時間 是有一次 香港是很 即是怎麼說 很 在八六年 香港不知為何 經濟很蓬佈 我那時候 那天在理文言的人工 是1268 哇 這麼清楚 我記得 1268 突然間 那次4月1日加薪 政府公佈 加完之後 我可以拿到 1900元的薪金 1900元的薪金 哇 他做得多好 他做得多好 突然間就想一下 風光好就好 不好 那你怎樣呢 不好第一個就是解僱你 當時我的理念 解僱你什麼原因呢 我就說 不托得不貪得不台 那也是 什麼都不行 那就是 在生完商 一個老闆 這樣的話 我請你坐在這 做什麼呢 是吧 第一個就是 要請你做門神 我為什麼要請個安保 我為什麼要請你 那時候就想一下 都不好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開始 跟自己美語上網 就想找一行職業 就說 風吹雨打 都不關我的事 就想起 自己小時候 都很喜歡圖鴉 畫東西 就想一下 其實設計有沒有出路呢 是 就在讀路嗎 都沒有的 都開始走去 收集很多資料 不斷的雜誌也好 圖書館也好 走去看 看看設計是什麼一回事 什麼是平點設計 什麼是平點設計 就走去讀路 在這個過程裡面 過程裡面 三年半的時間 就去讀一個證書課程 拿回一幅正式的證書 因為 告訴自己 我小時候沒有畢業證書 中學我只得過畢業 畢校 畢業的成績 就是這樣了 那時候就覺得 怎樣也好 拿回一本證書 然後就直接 做這門的 是的 打工還是怎樣 都沒有打工的 都是兼職的身份 走去一間正式廣告公司 做證稿員 由證稿員做起 做到高級證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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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覺得 所認識的東西 就不夠 遲了工 就去印刷廠裡面做 印刷廠裡面做 印刷廠裡面做 印刷廠裡面做什麼呢 這麼前線 因為自己 原來在那個公司裡面做 原來發覺對菲林 對紙張 對印刷的過程裡面 原來不掌握 不清楚 曾經試過 有鑊氣 被設定員罵 說你做什麼設計 連這麼簡單的東西都不知道 那時候 氣得很開心 就去印刷廠裡面做 做了兩年 就覺得OK了 正式在90年 90年 就正式 5月1日 正式自己開公司 到現在了 到現在 有幾多個職員 一個職員 就是你啊 就是我 一個職員 全部的東西都你自己兼補了嗎 是啊 那你一天 只有24小時 你怎麼分配 密密做 那我就做了 那就會有一個情況 現在會好一點了 因為現在有全部電腦化 在初初 沒有電腦 沒有電腦 那五年裏面 我事後三年的時間 是六親不認的 六親不認的程序 到哪裏呢 用多點時間 用多點時間 去處理這些 包括文件上的處理 行政上的處理 那我想問你 你是一個人 有成功有失敗 那跟誰分享呢 是呀 被人罵你是要自己受傷的 是啊 成功的 開心的 那不是只有我一個的 我會跟我太太分享的 是 就是被人罵的 晚上就回到家 去跟太太說兩句 開心的 就跟太太去吃捕菲 去吃捷探 所以那個年代 有一段時間 但是很喜歡去吃吃捷探 所以你也算大隻型 大隻型 有一半是因為吃 有一半是因為 年輕的年代 玩運動 玩輪椅籃球 輪椅籃球 是啊 輪椅籃球 但是聽人說 很大氣力 是不是這樣 是很大氣力 就是玩 那個年代 九十分鐘一場球 打完之後 你是 所有的衣服 總之你身上 所有是布的 全部都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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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被人 兜口兜面 一桶水淋下來 由頭濕到尾 現在就沒有玩了 現在沒有玩了 因為 你喜歡玩些什麼呢 運動來說就沒有什麼 不過是 就是 今年 因為想 新教 參加了 渣打馬拉松 主要就是 新教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我兒子 我有個小孩 他本身 今年十二歲 所以 怎麼說呢 就是 凡事 我覺得他 差少少 毅力 差少少毅力 差少少毅力 有少少 有少少 稚氣 就是整天覺得自己做不來 或者做不到 之類 我就覺得 這樣不是 那些事情 我想 你想幫他 希望 藉著今次參加這個 馬拉松 就可以說 就是帶出一個訊息 告訴你 你限定決心的話 一定成功的 是 那你怎麼 只參加一個比賽 要是參加到 要是參加不到 那你怎麼在過程裡面 去鼓勵他呢 首先 第一個過程裡面 每一個星期 我就會 逢星期五晚 就會在張斌道訓練 那訓練就是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裡面 就是你 推動靈驗 而且 有要求的 可能就是 有三個圈 四個圈 五個圈 每一次的訓練 都會把圈數 提高 今次加一個 下次加兩個 下次加三個 另外一個層次 本身馬拉松 就不是說 你誰人報名 都讓你去 不是的 原來有一個 因選的程序 因選的程序就是 你要在二十分鐘裡面 完成七個半圈 正規運動場 七個半圈 即是四百米 七四十八 即是相等於三公里 三千米 相等於三公里的路程 但要在 即是二十分鐘為止達標 即是三十分鐘為止達標 即是三十分鐘 之前 唯有向著這個目標去進發 最後 在那天 恩選 全程達標 應該是二十一分 四十八秒 回去 可以牙策給我兒子看 說 我已經拿到入場券了 他突然不信 說你上網看 是的 因為那天的程序 全部是透過網上 給予參賽者 是 每一個圈的速度 都可以給他看 所以他可以清楚見到我 即是每個圈的時間是多少 我都知道你每次去完中斤腦訓練之後 你每天回去 都會和你的兒子再有些分享 是的 每次我都會告訴你 我今次可以推了多少圈 或者是推了多遠 或者感覺是怎樣 譬如好像昨天星期二 去訓練 今次分了兩部分 另一部分是平路 另一部分是斜路 是200米左右 長度 是的 長度是200米左右 要在十次來回 上落上落上落 要保持速度 第一次的速度是多少 往後那九次上落 都要保持速度 平均 平均速度 我第一次 因為 頭順了 剛剛下場 所以沒有什麼疲勵 一分十五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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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那些繼續看 原來每放月下 第三個圈 可能一分二十五秒 推到第四個圈 我跟兒子說 不行 我老了 實際太扯氣了 我說 你老了 你不行 我說你不要這樣說 昨天 全程 五點五公里 四十四分鐘 走完 我說 四十四分鐘 五點五公里 這不是一個簡單 是 因為我知道 其實參加那個長跑 最基本就是三公里 是 接著就是五公里 接著就是十公里 最長 是 你五點五 你今年是第一年參加的 是呀 今年第一年參加 因為身手問題 所以我們才 差不多三公里 現在是被戰當中 是呀 等不住那天 那天 起碼一定可以 跑不全程 起碼都可以 在我兒子面前 再牙刺 那 預祝你成功 那我知道 除了你玩馬拉松 你喜歡拍照 是呀 是呀 拍照其實就是 主要是我以為 工作減壓的 那 因為曾經何時 五年前 就是因為工作的問題 我自己就 搞亂了身體的健康狀況 那 原來是 就是最後看醫生 就說 因為我長時間工作 有一些壓力 那他又建議我 就不如找一個 特別的 嗜好也好 某一類的東西 去調節一下 那些壓力不太大 那我想 那時候 我就是 都喜歡拍照 不過拍照 那時候的年代 因為要用電腦 所以就放下了 一段時間 那這幾年 數碼的問題 可以即時看得到效果 我覺得 咦 又不妨可以試試玩 那時候就 就是拿回相機 玩 但是 就是玩拍照 這裡 我就對自己 沒有什麼要求 一定有什麼 名作 什麼的 我只是覺得 我喜歡漂亮的東西 我就拍下 就是人物什麼都拍的 對 什麼都拍的 唯一一次得獎 就是我們 我們整班朋友 為我 就是拍完之後 我們每次都會有 自己一個小型的比賽 互相評一些相片 出來 就是最好的 那唯一一次 我就是拍了一隻 很小的 一隻鴨 一隻鴨 我記得是在大埔回歸紀念峽 那裡 那一隻鴨 很小的 我想一個月大 黃色毛 我當時萬無目的去拍 突然看到一隻鴨 應該經常站起來 那時候拿個長鏡 摔一下看 原來它經常站起來 就有一隻蜜蜂 在它上面 飛來飛去 就經常想它吃的蜜蜂 然後我拍了一張 就是 那隻鴨仔剛剛離水 就是擔那個蜜蜂 那一下 那就是 是這一張拿個獎 但是你剛才說 和志同道合在一起 是 是 是定期活動 是定期活動 定期活動 就是一個禮拜 一個月一次到 就出去外面 我們通常留言 都是一些公眾的公園 或者可能是 大角咀 令南風的公園 都很適合 OK 我想問一問 可不可以再問多一點 可以 在前面那裏再剪一些 好嗎 好嗎 因為 不是很夠 攝影這裏還沒得說 好 好 好 所以 一會兒我照講 接著就大概 講多五分鐘來 好 然後我們就 才結束 那個節目 因為剛才他過來拍了我 就剩下三分鐘 OK 剛才我們就講 可以了 好 繼續 我想問 你們在拍照 坐在那裏拍的 是 那會不會說 有什麼特別不方便 還是怎樣 在我個人來看 拍照 我覺得 站在那裏拍 和坐在那裏拍 都分別不大 只不過問題是 你站在那裏的角度 和我坐在那裏看的角度 是未必一樣 但問題是 我覺得 可能我坐在那裏看的角度 可能會比你站在那裏看的角度 例如呢 例如 可能有些人拍照 你喜歡高角度插進去 那你高角度插進去 那你高角度插進去 那可能人就已經闊臉了 或者可能頭大腳小 之類的 渺小一點 渺小一點 但如果我坐在那裏 大家的水平可能一樣 那可能人物的比例會比較一致 不會有些誇張的程度 或者甚至 你拍照這麼多東西 剛才你說那裏獲獎 那張鴨仔照 那裏獲獎 去過什麼地方令你最深刻呢 去過什麼地方 很幸運呢 因為我自己雖然坐輪椅 但是我自己本身都可以走的 那我就 這幾年 因為這樣緣故 都會和我兒子和我太太去旅行的 那我們有時候去那些旅行的地方 那我也很喜歡和他拍照很多生活照 所以變成呢 我唯一覺得就是 我很幸運 就是我的兒子 我可以和他拍了很多很多小的照 回憶 很多小的照 他不同的年代 所有的 這些珍貴 是啊 包括一張他出生三天的照 出生三天的照 你自己親手拍的照 我親手拍的照 哇 甚至乎 最搞笑的就是 在獄嬰房裏面 那個護士 因為他出生的時候 那些胎水 就沒有這麼快 洗得乾淨 我兒子出生的時候 有很多頭髮 就是 聽過護士說 這些是生命令旺盛 是啊 那那個護士 不知道是不是 那個年 我兒子是1999年出生的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年代 有出卡片叫做悟空 其中有個角色叫薩雅人 我兒子出生 就被他把頭髮摸到 整個馬後面的中毛都摸起了 那天我去到獄嬰房 我問那個護士 誰是我兒子 那個護士就很好笑 他很好笑 跟我說 那個好像薩雅人 那個就是你的兒子 我真的要討一討 聽眾門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什麼叫薩雅人 簡單一點 你可以上網去搜尋 但是很簡單 就是 把頭髮 褲子 圈抄到一枝枝 一枝枝 像轉珠 殺意失敗 那些就是薩雅人 那張照片也在這裏 那張就沒有了 因為那時候 其他 嬰兒在這裏 護士長不讓我拍照 不讓你拍照 唯一有一張就是 我太太 可以抱她 離開的錄影房 那天就是第三天 現在你透過拍照 大致減壓嗎 大致減壓 大致減壓 因為 有很多時候 我現在看的照片 都覺得 會美無窮 尤其是 我小朋友 我太太那些 那些 因為那個年代 雖然說 菲林 不是很喜歡 但都拍下了很多 漂亮的照片 對我來說 很珍貴 很有回憶的照片 所以其實在這裏 都感受到 David 生命 真的有一個改變 由你以往 一個粉絲質族 到現在你會享受人生 是呀 你說生命這件事 我有一點補充 其實我對生命的看法 對生命的感覺 其實我兒子未出生之前 我太太曾經評論過 我曾經被她批評過 說我是一個良血動物 為什麼呢 因為 在我兒子未出生之前 我是對一些 譬如新聞報道 什麼若兒 錄親小朋友 打兒子 或者知識的那些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的 看完就算了 看完就一面不改容 但是我兒子出生之後 就 給我很大的改觀 其實這個改觀很有趣 話說她7天 第7天回到家 然後 第7天 應該數後 不知道第4天 還是第5天 香港就很冷 冷到4度 嘩 很厲害 因為她出生那一年 香港也是很冷的 所以 早幾天新聞也有說 十三年來 今天 十三年來最冷的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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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太太 有分工合作 晚上 我起床 她可以睡一點 那天晚上 我兒子就起床 一起床 因為 寶寶床在床的旁邊 那我一摸 咦 把寶寶床 沒有一個凹湊的感覺 那陰 seb kung 哪會摸 bak 快摸 為何整張寶寶床 acrylic 想說 突然嚇到 那裡 著作 沒有寶寶 generator 但是寶寶床 那就是ellen baseline 寶寶床 沒 Birthday 我 11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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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原來不知怎麽樣 它轉到下面 很溫暖在那裏 就很溫暖在下面睡著了 我心想 十日人仔 你可以為生命去付出 去奮鬥 而是令我很大感觸 感觸到今時今日 譬如我們看到一些感動的片段 我不會流淚 但今時今日 我也會流淚 所以很奇妙 生命的事 也祝福你 你的生命繼續朝向更多的感動 因為我相信香港人 經常說是忙 很少時間對於家庭 身邊的人 最後 有什麽願望 每個都齊齊整整 拍一片靚相片 靚相片 自然白 希望香港會更加和諧 沒有那麽多不開心的聲音 好 成李貴言 祝福你的小朋友 透過你那個馬拉松 帶給他更大的勇氣 毅力 謝謝你 有機會再和你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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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頻道 一片天空 一個舞台 謝謝你 每 oppressorosi 我也不知道